秋高气爽是农作物收成的季节 后山也不例外 让我们一起来瞧瞧 这不可凑过的好味道吧 好吃的红楼果要怎么挑呢 就要请大姐来教教我们 来 您看看 这个果实拿起来沉甸甸的 然后看它的果实 它的叶壳的部分 如果慢慢地转红 越红表示它越成熟了 买回去要怎么保存呢 买回去以后 我们只要放在室温下储存 或者是放在冰箱冷藏 觉得好吃的红楼果怎么食用 所以最增贴它的风味 它可以当成沙拉 或者打成果汁 甚至可以做成冰棒 非常可口 冰棒也可以 也看起来好像很赞的感觉 而且我知道 火龙果是21世纪水果界中的蔬菜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 所以赶快来一课吧 好吃的红蛋怎么挑呢 我们来请教达人了 班长 我们外观上怎么挑好吃的红蛋 形状来讲就像这样的三角形 但是它的屁股方面稍微有平的 屁股都有平的 放在桌子上面放得很稳固 是的 还有颜色方面就像一个利豆花 重量来讲差不多有400公克到600公克 平均重量 重量 那回去要怎么保存呢 杀过的红蛋柚 假设没有吃完 最好就保鲜膜摸起来 放在那个冰箱里面 没有杀的呢 那就外面放了就可以 不要去晒太阳就可以了 就这样 那班长你推荐怎么吃柚子最好吃啊 吃的方式 我吃的也很爱吃就是打冰沙 这个我非常爱吃的 班长推荐柚子冰沙感觉很可口 班长 那我们要怎么才能够买到这种 就是在地的好纹蛋 在网路上应该是找得到我们的厚冈纹蛋 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上网就可以找得到 但是一定要指定是花莲瑞稀香 厚冈村 厚冈村的纹蛋 对 给多烦点 谢谢大家 我们下令人学生的